美国佛罗里达州阿波普卡地区的一家超市日前发生了罕见的一幕 一条美洲鳄突然出现在了超市门口 刚刚采购完毕准备回家的顾客们看到这位不速之客都惊呆了 大家原本以为这条1.8米长的鳄鱼很快就会离开 没想到它在超市的门口一待就不走了 顾客们一时间都被困在了超市里无法离开 超市安保人员随后封锁了超市入口 等待警方和专业人员的帮助 不久之后警方赶到将鳄鱼引至附近的树林中 大家这才算松了口气 好在这场意外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至于这条鳄鱼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还有待去